大家好,今天是11月14日 这里是每日财经,下面是今天的速报 热点 央行上海总部切实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2020年1月9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以下简称上海总部召开2020年工作会议 会议部署了2020年重点工作 一是继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要求 全力做好金融 支持自贸芯片区和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有关工作 二是继续落实金融改革开放各项政策 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建设 三是切实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做好日常监测分析 稳妥有序化解风险 四是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继续加大对小微民营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确保实现货币信贷调控目标 五是继续支持优化营商环境 努力提高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 六是持续加强全国性职能建设 扎实服务好总行屡职 汽车销量 2019年我国汽车销量下降8.2% 自主品牌市场份额创13年新低 1月13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2019年全年销量数据 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较2018年下滑7.5%和8.2% 其中乘用车产销2136.0万辆和2144.4万辆 同比下滑9.2%和9.6% 我国汽车产销量蝉联全球第一 不过继2018年中国车市28年来的首次下滑之后 我国汽车产销量连续两年下滑 受宏观经济压力补贴大幅退坡等因素影响 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完成124.2万辆和120.6万辆 分别下滑2.3%和4.0% 这是我国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10年来年产销首次出现负增长 春运网约车 四部门联合约谈滴滴出行等平台公司 做好春运安全服务保障等工作 1月13日下午交通运输部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有关司局以交通运输新业态 协同监管部计联席会议办公室名义 约谈滴滴出行抵达出行两家平台公司 约谈通报了滴滴出行等平台公司近期出现的一些问题 包括安全生产 行业稳定 合规经营 保障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 春运保障等多个方面 约谈要求滴滴出行等平台公司 要认真分析 精准失策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依法易规经营 公款吃喝 深圳一国企数值会喝掉16万元茅台酒 董事长被免职 深圳市光明区建设发展集团 将年终数值会变成奢华酒宴 一碗喝掉16万元1.3升装茅台酒 引发社会关注 1月13日下午 深圳市光明区委宣传部通报 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 免去张某该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深圳市纪委监委称 当晚所用白酒 为市价约8000元的1.3升装茅台酒 经访案房组现场粗略计算 总价在16万元左右 本来半天的会议 不仅安排吃喝 贴心的主办方还为与会人员安排了住宿 一共订了58间大床房 26间双人房 5间高级套房 钢铁产能 2020年钢铁行业将严禁新增产能 13日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获悉 2020年钢铁行业将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 严禁新增产能 中钢协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粗钢产量预计将达到9.8亿吨左右 过去5年累计增长1.76亿吨 年增幅21.9% 重点统计钢铁企业从2015年亏损846.88亿元 到2019年预计实现利润1800亿元 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约7.5个百分点 协会正在配合政府部门开展钢铁产能产量摸底工作 为科学决策提供真实的数据支撑 对专项督查中发现的拆除中平炉后上电炉的违规行为 保持高压态势 杜绝违规新增产能 肺炎 武汉卫健委 12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治愈出院一例 1月13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最新通报 通报称 2020年1月12日 0至24时 武汉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治愈出院一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 武汉市卫健委表示 截至目前 武汉市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 以至于出院7例 在致重症6例 死亡1例 其余患者病情稳定 患者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763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76人 尚在接受医学观察687人 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速报 感谢大家收听 最后 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